1.5T的動力心臟 1.5T的動力心臟雖然不是我想要試駕的動力心臟 但是它多了一個新引擎 應該講每個引擎都是新的 但是有一個1.5T 就是未來的C200這具引擎 它是全新的1.5T的引擎 而且搭配了EQ Boost 48V的EQ Boost 它可以創造出的馬力 幾乎可以達到2.0渦輪增壓的水準 這個1.5T的引擎和2.0T的引擎 它的代號都是M264 代號是一樣的 只差在什麼 就是沖層不同創造的排氣量會不一樣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渦輪增壓的壓力值也不同 搭配的變速箱是9速的變速箱 那我們今天很可惜試駕並不是C200 因為我比較想要試到C200那具1.5T 它的扭力和馬力的表現 因為有EQ Boost的關係 所以表現會更棒 在C300的部分 它的排氣量是1991 最大馬力258P 扭力的表現有370牛頓米 0-100加速5.9秒 急速250公里 它在歐盟的能源效率是C的這個等級 在試駕性的部分 首先跟大家分享幾個優點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認為 這一次的引擎和變速箱的搭配 又更成熟 而且符合你買賓士車款 所要的那種很順暢很寧靜的感覺 另外還包含了懸吊的處理 我不能說它完全導向舒適 可是我可以這樣說 我認為它的整個懸吊的處理更細膩 另外一個就是噪音的抑制 包含輪符 包含了這些風潔聲的抑制 因為我們剛在一些快速道路 有開到100了 整個零進度的表現 又比小改款之前的C來的更好 方向盤的輔助 你可以透過行車模式的切換去做改變 而且它搭配了電子避震器 搭配了方向盤主力可以調整 甚至包含變速箱的換檔時機 以及變速箱的設定 最後就是引擎出力的線性 雖然排氣管並沒有可變法門 可是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如果你要有更運動化的表現 你可能要買到C43 甚至未來的C63 但是以C300來說 它所給你的還是偏向於舒適 可是在這個舒適的過程中呢 你可以感受到 如果你要追求一下速度的快感的話 它還是會給你還不錯的動力輸出 現在的汽車科技慢慢朝上數位化 那對於消費者來說 它所帶給你就是你在駕駛的時候 有可能有更多更便利 更直覺的操作系統 甚至更多的輔助配件 讓你的行車過程中 第一個資訊更豐富 第二個更安全 第三個移動的過程中 透過更好的隔音 線性更棒 甚至燃油效率更好的引擎輸出 以及更多的檔位 讓現在的C-Class 雖然只是一支小改款 可是它跟你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完全不一樣 那這一次的試車 我對它的印象非常好 尤其對它的評價 我給非常高 我認為它有很多東西 是因為科技的改變 而造就了 駕駛者在使用這些配件的時候呢 更便利 更舒服 更方便 甚至更科技 就好像手機一樣 有些人還在用比較舊一點的手機 它的功能可能沒那麼多 那你好像就買到最新自帶的手機 它裡面的功能就更豐富 所有的處理速度更快 甚至它的電力效果更好 又或者是移步更大 那我覺得汽車跟手機 現在越來越像 那汽車感覺給你的邏輯也是這樣子 但是這些東西我想是現在消費者要的 你以後搞不好每次回原廠保養一次 你再拿到車的時候 發現儀表版顏色又變了 多兩者 或是你會發現 為什麼整個儀表資訊的豐富程度 甚至顯示的方式又做改變了 這個就是數位科技搭配了傳統的汽車機械 所帶給你的更多不同的體驗 看完剛才的試駕影片 為什麼姜緯哥一直說他想要 最想試的是C200 你們現場是有開到C300還有C400 對不對 還有其他什麼車嗎 其實現場有C200 C300 C400 以及C43 那當然這一次小改款裡面 最重要我認為 我個人覺得最重要就是C200這個車型 因為它搭載的是一個 1.5升渦輪增壓 加上EQBOOST 48V系統的一個 全新代號M264的引擎 現行款的車子的引擎代號是M274 是2000cc的渦輪增壓引擎 剛剛講到了 光是1.5T這個引擎 稅金已經賺到了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1500cc是不是不夠力 可是我覺得這是老化 因為現在那麼大修旅車很多 都1500的開的都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跟羅哥 那時候我們去到盧森堡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跟他說 我要C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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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我們跟各國媒體競爭 因為它C200 只有印象中只有兩台 我們搶到了一台C200 所以嘉偉哥就沒得試了 一出嘉偉哥說 讓給你們試啦 我試C300就好 OK 所以謝謝嘉偉哥 那我們一出盧森堡機場之後 就是剛剛講的 先試了這個Intelligent Drive 那還好呢 從盧森堡到德國 我們開往德國嘛 那其中中間有一段路程是 這個高速公路可以讓你 嘗試一下這個 1.5T的EQ-booster 到底動力的這個狀況怎麼樣 其實我們後來就這個 油門一敗 寒刀魯沒有慶菜 因為交給Intelligent Drive 他會幫我們控制得很好 那個1.5T其實只有184P 但是他EQ-booster可以多加了 好像14P的樣子 所以也就是說 184加14P等於198P 快200 對快200 而且開起來非常的輕鬆 這個一路上上到220 230 輕輕鬆鬆 而且可以用230再巡航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重點來了 什麼叫做他的EQ-booster 這個48V這個系統 那當然 48V是另外一個電力系統設備 主要是這一次它採用是一個 這個BSG的一個電機系統 這個電機系統 它又是什麼 啟動馬達 嗯 又是發電機 嗯 又是這個增壓器 嗯 所以它一鋸 馬達可以具備有三項的功能 而且它利用皮帶去做驅動 這個時候呢 在我們也試到了 它在這個怠速 熄火這件事情上面 就比現行款的這個我自己的車子 我每天 我都沒有在關那個怠速熄火功能 每次紅綠燈就 動動 對 一發動的時候就 動動 對 震動其實是蠻大的 非常大 那這一次呢 我們在原廠資料上 號稱說 幾乎你察覺不到它的這個 STOP-STOP這樣子的一個這個功能 我就想說 真的假的 我給它試一下 結果真的 哇 你幾乎感覺不到它這個引擎 啟動的時候一個震動 而且最重要是 你在全力加速的時候 這一顆原本是啟動馬達的東西啊 它就會 去帶動這個曲軸 讓你的車子引擎負荷變小 甚至它可以 額外的提供你14匹的一個最大馬力 當你收油門的時候 它反而變成動能回收的一個狀態 在充電 最厲害的一點是 它在ECO模式啊 可以熄火滑行 熄火滑行 完全利用這個馬達去帶動這個車子 就是一路都是 你看到那個引擎轉速是 咚 零 更激人 然後就引擎轉速是零 可是車子我們在那個山路上一路開 幾乎都沒有問題 而且開到 7、80它都 7、80的速度在山路裡面循環 它可以熄火 讓你這樣開 我覺得這是這套系統 非常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很令人值得期待 而且是 剛羅哥講的就是這個 世界第一個四缸引擎 用48V的 然後用48V的汽油引擎 渦輪增壓 剛才其實它並沒有帶到渦輪增壓 它是用水Bump 它把那個 對 它把那個Belt Driven 皮帶傳統 它連 就是 水Bump都會變成馬達的 所以它在 都是吃電的 所以這個是48V系統的 好處 那我也覺得是下個世代的引擎 內燃機引擎 非常好的出入 而且試過了1.5的 1.5的Eco Booster 我就很期待它這個 M264的這個新引擎 在2000cc的這個引擎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2000的Eco Booster在M264上面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得了 非常值得期待